剛剛看到是川普最新的畫面 一樣又嘴了拜登 不過開場 仍然是非常不滿意 中國對於美國的各式各樣 零零種種的作為 川普為了競選 真的是使出渾身解數 從聯合國大會聲明 到中東和平 到中國問題 到經濟 全部都拿來打選戰 我們來看一下 在選戰的最後四十幾天 可能有什麼樣的問題會浮現 第一個就是延續 我們昨天所講的 這個大法官的提名 那我們曾經講說 看共和黨要怎麼操作 那麼川普已經確認了 說他這週的會提名一位 週末本週之前 會提名一位女性的 優秀的法律人 來接任這個金斯伯格大法官 並且他的發言人 麥肯內尼也肯認了這件事情 那麼這件事情 會是未來這個選舉前 一個非常爆炸性的議題 第二個問題是 九月底要第一場的 總統電視大辯論 那麼川普你會覺得說 他經常在諷刺拜登 說他想要讓人睡覺等等 其實他這樣反過來 他其實有改改變 他的嗆辣路線說 這場辯論會我會好好準備 因為拜登在這個國會三莊 做了四十七年 在華府做四十七年 他一定有很多東西要講 他是一個可敬的對手 所以我會好好準備 來面對他在辯論會中間 那麼第三個問題是我們來講一下 這兩個人的競選風格非常非常不一樣 川普等於是全國走透透 比如說到美國的西部去看那些受到大火受災的這個州 或者說在槍擊案中間去看那個家屬 然後對於移民 對於西裔的選民 對於軍人都有他根本上的這個人跟人的接觸 然後呢等於說功成略地 然後特別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西裔選民 我們都提過說 民主黨的人自己都擔心說 拜登相對於希拉蕊來說 西票的能力 對於西與西的選民 西票能力弱非常非常多 以德州來講 希拉蕊可以贏拜登 可以贏川普二十七% 拜登現在只贏川普十% 然後整個全國來說 西裔的這個拜登 這個川普的支持度 從百分之二十八上到百分之三十七 都是相當大的斬獲 特別是佛羅里達州 佛羅里達州其實 川普在西裔中間已經領先拜登 特別是我們要提一個叫做戴德這個軍 戴德這個軍就是 二零零零年的那個開不出票的那個軍 就是要手動計票 然後到了時間還計不出來這個軍 他有70%是說西裔的 而且47%的人要投川普 好 相對來說 拜登就是一個佛系的選舉 而且要靠媒體戰 這不是川普陣營在罵他的 說他磕瘋狂不是的 是民主黨人自己說 你在哪裡 你到哪去了 你的拉票行動呢 你的競選總部呢 有一個這個時代週刊的記者 跑到這個賓州去 想要去找他的競選總部 他說對不起我們賓州沒有競選總部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旗子我們寄給你 全部都上網 都到網上去 而且呢民主黨人還擔心說拜登說的這個政策 是說不清楚的 為什麼我們要支持一個說不清楚話的一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政治的分析叫人民行動的 他說呢最重要的你要去化解爭端 就是去傾聽選民做深度的溝通 特別對於農業的州 那拜登都缺乏這種personal touch 就是親自去見選民的這樣子缺乏非常非常多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民調數字 這個是一個比較持平的表就所有的民調數字攤開來 都是拜登領先大概6%甚至到10%個百分點 我們昨天也提到除了拉斯穆森民調說已經黃金交叉 支持川普已經到47%而支持拜登在46% 但是我們必須要提到說即使相差我們都 一般所有的民調都認為說目前的民調是有灌水 為什麼即使說領先5%其實有很多隱藏性的選民 其實還沒有表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也不能光看民調 第一個是相關的新聞是要看大數據 這位是被澳洲的教授叫做斯坦迪奇 他曾經成功的預測了英國的脫歐公投的結果 還有澳洲大選的結果 他用的是大數據 他認為說呢推文才是人真正的政治表態 因為推文表示你有熱情並且要轉這篇文 他去分析了數以百萬劑的推文發現呢 人們對於川普的反應遠遠大過 對於拜登的反應 而且他發現了恨拜登的人其實比想像的人多 因為拜登不知道他代表什麼 他在說什麼 因此他會說為什麼我們要投一個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人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華爾街金融界 這是高盛的一個報告 而且呢有一個叫做 雜誌叫Inside Market 他做高盛的分析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會目前有高稅率的幾支股票 幾個公司的股票 他有上漲的情形 表示有人在壓他們 為什麼壓他們 因為預期川普會當選 並且減稅 所以他們的股票會上漲 另外一個對於稅改的可能性 從54%降到53% 也就是說只有民主黨 如果掌握國會跟總統 才有可能進行稅務改革 而目前市場上預計要 美國要進行稅務改革的可能性 是在下降的 這都是認為說 川普會陣營比較可能當選的 幾個indications 幾個象徵 好 那我們來看搖擺州 搖擺州 陳恩幫我們整理 新的民調這個以愛荷華來講 川普小福領先 德州也是小福領先 比較苦戰的是這幾州 因此我們預期說 川普會把他的競選 花在這幾州上 第一個是賓州 密西根州 還有這個明尼蘇達州 那麼他的鐵袖帶 然後川普應該會 繼續的去努力 用他的利多來吸引這幾州全民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大選可能的爭議 這個其實並沒有斷 為什麼呢 一個是外國的爭議 那麼FBI的這個局長說呢 在作證的時候說 俄國會繼續干預 美國的大選 但是川普以及司法部長 都認為說 中國有可能干預大選的情況 其實更多 特別在郵寄投票的情形 好 好